中华彩金牌 欢迎收看板年战法 你看我今天写了八个字 其中在这个右手边的地方写的 本月应该把握的是 然后左手边写的调整跟学习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边要做调整跟学习 第一个台北股市在上礼拜四的时候 在大涨72点之际 那连续涨两天 那月中的时候 11号这附近开始落底往上喷 很多人会想到说 哇台北股市顾老师说V型反转 果然就是V型反转 我记得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说那天大涨72点 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不会涨 我说它已经开始改变了 不是属于V型反转 已经开始进入头肩底的形态 就是说它开始整理了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如果把板田战法 这个全套教材学会 它当时告诉你的答案 你就可以接受了 那我想我今天用这八个字 来做一个开场白 就是说这个月 我们要请各位把握的是 你要调整跟学习 所谓的调整就是说 持股档数不要太多 持股档数一定要下降 因为大盘还在修正 会修正到哪里 待会你注意听 那一定会再拉回 那学习 你要为什么要学习 因为在股票市场不好的时候 你尽量多学习一些基本功 包含了基本功里面 当然包含了所谓的财报 或是这个业绩的营收成长 该怎么去找寻 以及所谓技术面 该怎么去了解认识跟分析 我想各位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月就做这两件事 一个找我 赶快来找我调整手中持股 一定要降低档数 那第二个 你就要学习板田战法 3月12号 3月12号台北股市上涨 72点的这一天 我翻给大家看 这一天 大家想到V型反转的这一天 我跟大家讲说 不会再是V型反转了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大盘从高点到低点 你可以看到 从隔天的高点9633 到今天的952 已经快跌了100点 它还会修正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记得我常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我说趋势这个东西 它是由结构来决定的 趋势这个东西 就来结构决定的 我在先前跟你讲过很清楚 我说这一波的短线 没有任何改变 短线还是维持在 9700到9500的延长整理 中线趋势不排除 会回撤季线9300 现在当然季线 开始往上提到9323了 但是我讲得非常清楚 不管短线 不管中线 它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这是结构告诉我们的答案 至于说这结构怎么学习 我想百年战法这个月的课程 都会教你这些内容精髓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结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各位因为现代的资金面 资金面它是官股跟外资对作 是官股跟外资对作 而结构不对 结构不对 为什么结构不对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官股跟外资对作 会有什么现象 从3月9号 3月12不是大涨72点吗 你看在这先前结构告诉你 3月9号跌82点 融资增加12.96亿 融券回补14,138张 法人在这个地方是卖多少 卖了107亿 3月10号涨跌 是跌26点 融资又买了5.22亿 然后融券回补了2984张 法人外资又卖了86亿 3月13号跌13点 融资又增加11.21亿 融券又回补了7,119张 法人又卖了82亿 3月12号这天大涨 你看融资虽然减少0.47亿 融券又回补了10703张 各位为什么融券 在这边融券回补大盘指数当然会涨 但是这个是未来回补的力量 它提早发生了 外资法人只买了14亿 到了上礼拜五 大盘又跌16点 融资增加5.96亿 融券又回补了13209张 外资又卖了49亿 各位你看到这结构它是不对的 为什么它告诉你说如果股价下跌 融资却增加 融券却减少 外资一直卖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法人的筹码就丢给散户接在高档 那你觉得法人会这么好 这个外资会这么好心再拉高给你获利吗 它去垫高吗 不可能 所以各位我要跟你讲说这个结构不对 所以3月12号的时候涨72点 我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隔天大概不会有太多的高点出现 大概隔天就是短线高点 那它高点就出现在9633 接下来今天已经到9549 还会被修正 会 因为这是结构的问题 各位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大盘在这个阶段当中 它为什么这个结构这样子 然后代表指数没有修正完毕 为什么我又说 短线上如果这地方能延长整理 已经是最好的走势 如果没有延长整理 它趋势并不排除在这边回撤季线 而结论告诉你 行情属于先谈后修 记得当天我跟你讲这盘先谈后修 各位已经连修两天了 已经连修两天已经快100点了 但是还会被修 会 还是会震荡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想这地方跟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板前战法这个月最希望就是说 你听我的话 去调整你手中持股的档数 一定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地方未来 跌的加速会比较多 涨的加速会比较少 因为它在修正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就跟这个有关 好这将来都会一个一个介绍给各位 慢慢介绍给你认识 我先讲个大纲 在股票市场里面有四种力量 有四种力量 第一个是政府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就法人包含了投信 外资 第三个是主力 第四个是散户 各位记住 股票市场里面有这四个力量 它就会均衡 它会上上下下来回跑 但是呢 现在股票市场只剩下两个力量 另外两个力量一直在减弱当中 只剩下政府跟外资 也就是这个行情 就是我过去跟你讲的 官股跟外资对作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我今天早上很有趣 问我的助理 我问他一句话说 我说你知道金管会主委是谁 他说知道啊 曾明忠 我说那你知道财政部长是谁吗 他说知道啊 张胜和 那我说前一任金管会主管是谁 前一任的财政部长是谁 各位你们先想一下 我助理答不出来 我就说这就对了 我说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金管会主委 或是财政部长 每一天都对股市做发表 做评论 一下跟你讲 外资在这边 哇买了这么多 万一跑怎么办 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说 外资没有跑你不用怕 然后又跟你讲说 这个政府带着基金要去买进 这个两三百亿又不指名哪一家 跟你讲买进这个 所谓加薪指数一百的股票 各位当政府 这些重要的官员 财经首长 包含金管会主委跟财政部长 当他一直在讲股市下指导期的时候 这两个人不见了 因为你看喔 前两天在这个时候 政府是买的 政府是买的 前两天在这个时候 政府是买的 他大买 然后呢 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美国股市大涨那一天 他在前一天跟你讲说 政府这个外资没有跑 我们政府在大买喔 我们买喔 我们买什么友达 买这个群创 买第一金 买兆风金 甚至买加薪一百的指数喔 到了这一天喔 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就开始卖了喔 他就开始大卖了喔 现在的政府 他是与民争利的 他是低买高卖的 那如果你政府 常常对股市下指导期 指导期 你又是低点去买 高点又卖 与民争利 请问各位 主力会不会想做 当主力不想做的时候 散户就不跟了嘛 所以市场上 这两个力量 一直在减弱当中 就剩这两个 那这两个力量 只会造成什么结果 反正外资拉高 政府就偷偷一直卖 外资急杀 重挫的时候 过后 政府就偷偷接 那请问各位 行情怎么来 所以我常常说 很多的政府官员 应该自重 真的对股市的发表评论 不应该是 是在这一块 你应该是说 我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条件 把股市健全的制度做好 然后呢 谁呢 在股市发布假消息 我就严办 这个才是对股市 真正好的一个动作 不是每天跟你讲 行情会长会点买什么股票 哇 现在这个200亿资金 300亿资金 再买这个所谓 这个加薪指数100 或是扩大 第一 都是他们接 高 都是他们在卖 请问各位 当你看到指数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红色线是指数 指数在低档的时候 政府是一直卖 可是指数拉高 政府一直卖 变成你丢我捡的时候 这市场怎么会健康 台北股市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喊台积电 喊到191块 谁会相信外资的话 外资只会做两件事 最坏人就是外资跟政府 外资只会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锦上添花 涨的时候就跟你讲会大涨 赶快拼命卖 跌的时候就告诉你 落井下石 跌到8000 7000会来 6000会来 5000会来 4000会破 他们就干这种 非常见不得人事 所以我今天会感慨的是说 为什么到这个现象 台北股市今天只剩下 543亿 只剩下543亿 预估值剩700多亿 其实四出必有因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去了解整个结构 为什么百年战法从过去以来 我们坚持的跟各位绝对不说谎 你看我跟你讲说 2月初是所谓短线的一个 那时候2月初是低点 我就跟你讲是低点在2月2号 2月高点在哪里 242526 3月份我跟你讲说 月初3月2号是高点 低点会出现在3月10号这附近 然后它呈现一个B字形 B字形涨两天 哇不得了了 所有人就跟你讲行情看好了 过去在2月2号那个地方 9699差一点到7000点 那附近 9700的时候 所有法人都跟你讲上看万点 10230点 有人说12682一定会过 有人说可以看到2万点 结果跌下十几天 全部都看坏了 我跟你讲B型反弹起来 涨了两天又说 哇又这个好景又来了 哇这个地方又是大多头了 我跟你讲不会涨了 我跟你讲这边结构不对 为什么 我常常跟各位讲 趋势这个东西就是由结构决定的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要叫你把板年战法学好 就是这样 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学习到东西 我想在这边你看这个结构 它告诉你什么 在股价的下跌过程当中 融资是增加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外资法人 他外资是一直丢 筹码给散户 因为他丢在高点的附近 他怎么丢成本都赚钱 然后你看到融卷回补 各位我讲的东西 别人都讲不出来的 融卷本来是在追买的时候 变成一种回补的力量 创高的时候做一个回补的力量 但是现在融卷为什么回补 你一直指指点点跟人家说 这个地方外资没有落跑 回来空间有限 人家就赶快补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行情如果不靠融卷回补 这个行情跌得更惨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正确数字 从现在开始 因为融卷回补 它是规定在 上市公司股东会制定之后 两个月 往前推两个月的前五天 那他做融卷最后回补的动作 那我跟各位讲 我帮你算了一下 到四月中旬的时候 台北股市还有44万张 一定要强迫回补 当然不是在一档股票身上 我先讲 是一千多档股票 里面只要召开股东会的 那他只要日子一定了 往前推两个月的那个五天 前五天 他融卷都知道回补 所以你看最近 大盘不跌下来 都是靠融卷回补力量 那我们讲句话真的 如果融卷回补完了 将来根本没有助长的力道 这行情就变死掉了 这行情只剩说政府在捏 你继续骗好了 只剩下政府跟外资在做 你看很多的外资 过去就是落井下石 井上天花 骗人家 然后到处骗 每天骗 反正友达 其美 台积电 连电 重东西都是 好的时候就说的天花乱坠 不好之后 落井下石 你看这些股票没人玩了 几乎散户都不玩了 各位 所以我跟你讲说 很多东西你要认清楚 那台北股市 我还是很清楚跟你讲 大盘还在回档修正 但是至于说 行情有哪些注意的事情 那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想下个阶段 回到现场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也希望你把握 我跟你讲的一个重点 三月份行情 我先下一个结论 会先修正再上 那修正目前来讲 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还没结束 那现在行情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讲过了 短线还是9700到9500的 延长这里 最好的模式是走这个模式 它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这个结构 还是不利多方的结构 那中线并不排除回撤 季线9300 现在在9323左右 那等于说还有一两百点要跌 那我也讲过很清楚 这个月我讲过 你不必放太大动作 你要把握的是下半月 那个低点出现 全力反攻的机会 那这地方你要做好调整 如果你听得懂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念 有需要来找我 休息会 马上回来跟你讲更精彩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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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保护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征兴无灶碱 温和滋润 减少肌肤脱血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有吧 嗯 套欧北大哦 正光金丝高 不寒带菲尼 不伤肝 正光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 享受灰干的快感 宠爱自己的极致饰宴 等您亲身来体验 海南旅游首选雄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 红天雷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一品牌 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再度回到 板田战法的现场 那记住我讲的话 这个月一定要做好 调整跟学习的动作 因为在股票市场上 它在很枯燥无畏的时候 在修正的时候 如果能看出那个大方向 在短期内 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 你要把握机会 先充实自己 先做好调整 那下半月抓到 那种低点的转折 全力一级 跟它奋力一搏 你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好 第一件事情 很清楚跟你讲 短线 9700到9500延长整理 没有任何改变 中线 趋势不排除回撤 季线9300 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就只有这两种走法 而且都在进行当中 如果说 这种走势能够延长 已经是最好的走势了 好 我不讲谎话 它已经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结构的问题 牵扯到结构问题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在这边 你要做好持股的调整 或是要学习 那事实上我讲过 现在市场 主要是这两个力量 只剩下这两个力量 反正政府呢 就是外资拼命买 政府拼命卖 政府呢 外资卖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政府又偷偷接 那我想证据我都给你看过 证据都给你看过 政府这是八大关股航库 这是八大关股航库的买卖超 反正大跌他买 大涨他卖 与民争利 更不能讲脏话 也不能讲南京话 更不怎么样 不叉叉 他低点的时候 他还去买 还放利多消息给你 高点他就偷偷跑 这个都是证据 我没有说谎 这都是证据 可是这样结果 会造成什么结果 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的时候 会变造成说 在这个地方啊 主力跟散户没有了 各位航急就陷于胶着了 所以我们常常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我刚刚举个例子说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金管会主委叫什么名字 你们知不知道 财政部长是什么名字 当你再去想 前面金管会主委什么名字 前面财政部长什么名字 你会发觉 其实我们所表达的是说 尽量政府的官员 是不要干预股市 不要下指导期 这样子股市会不健康 好那你说 如果不健康会不会跌 不会啊 因为现在资金充裕 资金泛滥宽松啊 大家不是调降利益 就这个所谓的实施量化宽松啊 所以不太会有问题 可是它陷于胶着 这个很麻烦 今年的2月2号 2月2号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 它是低点 这是当时我讲的证据 我当时讲的证据都在这 今年2月2号 这个地方是低点 我当时都提前跟你讲 而且我预测高点 出现在242526 结果到这个地方出现高点 到了这个地方 你记不记得 9699 所有人都跟你讲 哇台北股市要大涨了 万点即将来临了 有人看1023点 有人看12682会过 有人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股市 2万点都会来 各位我真的不讲假话 只有我跟你讲 台北股市要拉回 我说为什么要拉回 因为3月2号就是高点 3月份有两个高点 一个在3月2号 一个在3月27号 各位把这个3月27记起来 就是说一个在3月2号 一个在3月27号 低点在3月10号过后 那它是不是这样一个V字形 好了 我讲完V字形的时候 隔两天这地方大涨的时候 哇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这地方V字形 又开始吹牛了 过去这边全部都看好 这地方看坏 现在上来又看好 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不会涨了啦 隔天高点就是短线高了 为什么 因为结构不对 结构为什么不对 我当时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结构为什么不对 我说结构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都是外资丢给散户 那怎么会涨 外资丢给散户还不要紧 政府还骗你 低点他去买 奖励多给你听 买什么这个股票 都讲给你听 然后说这边外资没有卖 可是呢 一涨上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家伙 他就站在卖方了 有没有 所以我会讲说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不讲谎话 在这边就讲事实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你不用那么悲观 我一直跟你讲 你先做好调整 把握后面涨起来的那个 全力一搏的机会 为什么 跟我们如果说就股市来讲 很简单 你不要去想太多 在股市技术分析 它只有分三种 一种叫上升趋势 一种叫下降趋势 一种叫盘整格局 什么叫做上升趋势 什么叫下降趋势 什么叫盘整格局 这个叫上升趋势 什么叫下降趋势 这个叫下降趋势 什么叫盘整格局 这叫盘整格局 上升趋势就是底部越见越高 高点一直创新高 下降趋势就是底部 低点越来越低 高点越来越低 这叫下降趋势 盘整格局有一个压力 有一个支撑 高点不过压力 低点不过支撑 就在这区间来回跑 股市就只有这三种格局 不会有第四种格局 那各位请看 现在的格局是什么 我先给你看大方向 现在格局是什么 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当中的 一个打到压力去做拉回修正 乖离过大做拉回修正动作 那么接下来我也说过 如果再放大给你看的话 这个地方开始进行的 所谓从B字形转为头肩底 那头肩底的意思 画给你看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它开始要拉回做整理 有没有拉回做整理 我这不是今天讲 我每一天都提前告诉你 未来走势 而在这个地方 各位来看一下 它接着是拉回整理 那拉回要怎么整理呢 在这地方是怎么做呢 来各位看这个重点 这是我今天下午要给非凡的资料 那它告诉你说 我们先从结构来看 结构你可以看到说 在指数下跌的时候 融资都是增加的 指数涨的时候 融资还不增 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融券回补 为什么融券回补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到4月中旬 4月底的时候 还有44万6千多张 要做回补的动作 为什么要回补 因为上市公司 它要做所谓的股东会宣布在哪一天召开的时候 它两个月后的那5天 它就要开始做回补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告诉你说 到4月过后 它这有44万张要回补 所以这个地方 不是买盘的力量进去 它是所谓的回补力量提前发生而已 为什么发生 因为政府跟他们说 这波拉回来外资没有跑 外资没有跑呢 那它想说拉回来不升 它就开始补了 我告诉各位 如果外资一直卖呢 那如果一直卖将来一直跌呢 跌到9300的时候 你现在这些回补人 他不会万谈死人吗 这是你该去说的话 该做的事吗 其实我们讲先讲说 这个东西是我真的评量讲 是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月重点是 你要抓中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 抓中后面什么 因为过去的三月统计学 它都告诉你 上涨几率70% 而今年三月我已经跟你讲了 是先蹲后跳 这个先蹲后跳 在跳的过程当中 它进入整理 这个整理修正还没有结束 短线的趋势我已经讲过 还没有改变 短线趋势在 9700到9500延长整理 这是最好的走势 那如果中线来讲 目前趋势不排除 回车季线9300 这个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是它往哪个方向发展 你真的就往哪个方向动作 希望你真的听我的话 好不好 每一次低档 我就跟你讲低档 高档我就跟你讲高档 我不会跟人家一样说 很多人是高点 就跟你吹嘘说看好 低点就跟你讲 谨慎保守要小心 我从来不来这一套 我都是拿事实数据给你听 就像你如果把板田战法 这三本教材 学完的投资朋友 你真的可以比我还厉害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怎么样 预测未来 分析未来 掌握未来 了解未来 最后战胜未来 各位我想 这个地方有几个重点 请你听清楚 第一个你要看未来 大盘战券量价是否配合 量价能不能配合 就是说价涨是不是量增 价跌是不是量缩 不要价涨就人家杀出来 价涨的时候就量缩 价跌人家就砍 那个结构就不对 就像我们讲说 如果指数涨 融资一定要减少 融资减少 法人就买 那个筹码就都要法人 那个就走得长 金金涨 如果股价涨 股价跌 你居然是外资卖 散户却融资增加 那根本就筹码丢给你在高涨 所以结构很重要 第一个 量价是否配合 是不是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第二个 到底资券结构 是不是有利多方 现在的资券结构 你可以看是不利多方 所以为什么在第二天 大涨过后涨72点 我就说上礼拜五 接着就是短高了 我就是跟你讲这意思 因为结构不对 我们不能说好 很多人 在3月2号那天9699的时候 跟你讲的天挖乱坠 看好万点 结果跌了十几天 这到了3月11号 第一点出现的时候 跟你讲天要塌了 天将下雨 娘将嫁人 挡不住了 结果股票开始反转了 反转两天又开始说 有一个老师说B型反转 这个地方就是B型反转 抱歉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不会再走B型反转 我已经讲过很清楚 因为结构不对 好 最重要是资券它结构 是否有利多方 再来台积电149.5的缺口 它补上了 回补的时候 它股价能不能站上力挺 如果台积电149.5没有办法站上 那个缺口没办法站上 这不是一个多方的反转趋势 它是一个盘整 或是修正的格局 然后再来外资进出的动向 会决定未来趋势的方向 那你就要注意外资 如果外资天天卖呢 我跟你讲 卖完十几天 股市已经别一大段了 你怎么办 然后接着 现货期货增减决定短线的趋势 如果外资期货 现货在期货的部分 有多单逐步的减少 再增加通关 你要特别留意 然后最后目前大盘属于 9633 9472的整理 这里是乐固表现 有乐意需要 想要服务的投资表 想要跟着我们操作人 节目中广告知情三线 欢迎大家进来 也祝福你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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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爱不不只是 不只是一须 我爱你 而是保护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忘不了我爱的滋味 爱滋味 我望你生世 我美好 请君来体现 爱滋味 我望你生世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德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感谢害虫 小免灯隔热并没闻 新二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二鱼一体电纹箱 二鱼保护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德投雇 顾德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德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